上星或太陽雙子座的朋友 在農曆8月半座住初一串女座生月似新整體運勢會怎樣呢 首先 水星在天平座的17度是你們的五公 再加上有兩顆行星 我現在是說行星銀行的行 不是行馬路的行 因為我們一般的行星 通常都會讀行星 不會讀行星就可以了 但那些行星是planets 即是日月金木水火土 但我現在說的行星是Fixed Star 這件事是我們古典占星師會特別注意的 原來因為有行星Kras和Sagenis兩顆星的影響下 這個農曆8月 雙子座的朋友會很自私 或者你們會遇到很自私的朋友 總之那個議題就是自私 我當然希望那個不會是你們本人 例如怎樣自私法呢 可能有一些好東西收回給自己 不願意分享給別人 或者尤其是有一些教學方面 可能一個師傅教徒弟 但他就留了一手 不會傾郎雙壽 但其實這些東西最後是會有一個很差的影響 其實最後是會害到自己的 我不是說叫害人中害己 其實這樣又不是叫害的 但總之對人不大方 最終原來是會害到自己的 尤其是真的在教學方面 所以我當如果你們是一些雙子座學生的話 你們要遇到接下來的那個老師 就不會很大方把他知道的東西都知無不言 另外在熟人之間會有一些借錢的問題 但是這個錢就應該拿不到的了 首先我們已經符合了剛剛那個子私的現象 可能你不情或者別人不怨 所以一些朋友之間的借錢問題是不能夠達成的 還有其實是加上因為伴隨著這個新月 火土四分 火翼白羊座 土翼摩蠍座 他們分別就是在你的十一公和八公 所以這些借錢的方便會比較不能夠成功 所以其實已經有兩個星象 同時指向這些借錢不能夠成功 再說一次 第一個就是因為自私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因為火土四分 在你們的十一公和八公 好 另外講到這個火星翼行在八陽座 所以你們的朋友運會比較差 所謂的差不是說你們沒有朋友 但是你們跟一些朋友相處 會是一些酒肉朋友 吃喝玩樂的飲食男女 而這些朋友說真的都比較豬平舊友 不能夠幫你 不會有一些好的大脅 所以其實其實相對 又是認了 你會最近跟一些人相處比較 一些人會比較 大家不一定說是他們 但是大家都比較自私 不能夠去交心 正所謂利盡而散 不過 朋友方面 如果他是你的舊相識 這樣都稍微會好一點 因為這裡就會認了火星翼八陽座的勢頭 但是如果說一些新的朋友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新的朋友 至少在這個時段 至少在這個農曆八月 就不能跟你做到一些很有知己 好 講完一些壞事也講一些好事 好嗎 今次這個新月在儲累了你們的四公 他就三分了你們八公的土命 你們的家企運會好 一字記之若加 例如你們賣樓會賺到錢 如果你們一直想賣樓 這個樓終於可以脫到手 又或者抽到居屋 尤其是這些任何樓宇的東西 尤其是二手的 就會更加容易發生 因為這裡是認了 那個土星逆行在摩托座的 逆行的元素 所以可能會抽到二手居屋 我不知道居屋是怎樣運作的 我不知道居屋有沒有二手的 但可能會買到一些便宜的二手樓 還有在這些樓宇的家庭 樓宇的事務的同時 一些錢銀都會做你們的好事 即是說可能銀行的息率會比較低 或者我當你們裝修搬屋會有一些大折扣 或者經紀肯收一些很低的佣金 所以其實這個農曆八月也有一些好運 還有一個很搞笑的就是 這個農曆八月如果你們去做一些風水驅邪的事 尤其是家居的風水驅邪 都是會事半功倍的 但是不過同時又要小心 如果你們太忙於去搞家居的這些東西 即是說多次 可能裝修或搬屋 甚至還有 可能忙於你們家居人的事務 我當作要照顧一個病了的家人 或者要經常去忙一些家務的事 這樣會容易影響你們的事業 老闆會比較容易去讚你們的營 我當作可能你經常上班 就只顧著Whatsapp去看家居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又經常遲到早退請假 小心會影響工作 最後最後 這個農曆八月也是你們去看心理醫生的一個很好的時候 即是如果有需要的話 尤其是去醫治一些什麼童年陰影 或者有一些經常都抑鬱症 悶悶不落 或者是一些恐懼症 驚恐症 例如我本人我是一個 即我也有些潔癖 或者我很怕昆蟲 如果我是雙子座 我就會趁這個農曆八月去找心理醫生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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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